大家早上好,各位朋友 今天继续昨天的节目 就是讲我们中国的55个世界遗产 我去了49个半 你呢?今天是下集,也是最后一集 今天讲第37到55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再直接进主题 那么第37位就是三清山 三清山在江西省上饶 有些朋友去过三清山的 都会觉得三清山有点像黄山 那么我的感觉呢 三清山虽然说它是黄山的鱼脉 但是它说黄山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总的来讲,它的山色呢 当然是比不了黄山,对不对 但是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它是自然遗产了 那么前几年还出了一档子事 就是有人在这个蟒蛇出洞上面 打钉子往上攀岩 之后还判了 那么三清山呢,比较考验角力 那么你如果说坐缆车上去的话 然后你玩一缺下来 它不都要,反正我用了四个半小时 差不多四到五个小时这个样子 那么三清山的山色还是很秀丽的 是典型的一个花钢岩的一个地貌 最出名就是那个蟒蛇出洞了 也叫蟒蛇出山 还有一个贵妃的一个像 很像,确实是很像 那么三清山呢,值得一去 在江西上扰 OK,然后就是第38位 武台山 武台山是被列为文化遗产 不是自然遗产 那么武台山也是我们国家四大佛教民山之一 我们国家的四大佛教民山我都去过 那么武台山之所以叫武台呢 就是他的山寺啊 就像武和平台一样 会叫武台山 武台山它之所以有名 就是主要是一些佛教的寺庙了 然后这些从北魏开始就有了 一直到这个明清 武台山啊 这个反正你要是去江西自驾的话 也不会错过武台山 OK,第39位 第39位是郑州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那么说这个可能大家都很陌生 什么叫天地之中啊 那么其实呢 简单说就是松山 就是中越 我们国家有五越嘛 东南西北中啊 那么松山是中越 中越 那么其实我去了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了 只不过他在这个登峰 在登峰这个地方 他周边还附着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包括他的一些这个 其实整个山来讲没有什么可看啊 就是分布了一些历史建筑群吧 然后他本身他也离这个少林寺也不远啊 一般来讲去少林寺的人都不会落过松山啊 看一看即可啊 那么松山也有一些传说了啊 你像这个当年说是武则天 故意叫人去山岭往下面扔了一个册子啊 就说他是他的皇权是天赤的啊 皇权天赤啊 当然这是一个人为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怎么说呢 你说一个把戏也好 一个阴谋也好啊 OK啊 我们讲第四十个啊 第四十个是中国单峡 它是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了 那么单峡呢 单峡 启明是来源于单峡山了啊 就是广东韶关的这个单峡山 那么我曾经也做过一个节目 就是中国 就是我推荐的这个旅居地 其中就有一个在单峡山 那么单峡地貌分布 在我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啊 在福建啊 江西啊 都有分布 比较明显的是龙虎山 其实龟峰也算啊 然后就是单峡山了 包括前两天我去的那些地方啊 像什么什么江西干州的这个石城的这个通天寨啊 这些都是单峡地貌啊 单峡地貌 我个人总结啊 有一个特点 一般来讲 单峡地貌呢 它都是有这个所谓的阳缘石和阴缘石 就是很像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生殖器的一个一个石头啊 非常像 基本上 我去过的比较有名的单峡地貌都有啊 都有 像龙虎山有啊 像这个单峡山也有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一些单峡地貌也都有啊 这是比较有意思啊 那么单峡地貌 你要是去了福建 去了江西 你都会看得很多了啊 路边 有时候在你在马路 在高速公路上 开车的时候也能看见啊 OK啊 我们讲第41位 第41位是西湖了啊 那么西湖呢 它没有列入自然遗产啊 列入是文化遗产啊 的确确确啊 西湖之所以有名 并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自然风光有多么秀 秀丽秀美啊 主要还是来源于这个人文啊 文化这一块 因为自古以来啊 这个我们中国的历代文人对西湖的这个赞美太多了 诗歌太多了 文文这个这个文章太多了 包括西湖周边也也有很多的名人出现啊 就是这共同造就了这个 它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 OK啊 我们再讲讲这个42位是元大都遗址啊 元大都遗址呢 在于在这个内蒙古的西林浩特啊 西林郭乐啊 西林郭乐 这个地方我去的时候是跟大巴去的啊 是跟着一个旅游团 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同行嘛 旅游业的同行去的 去参观去了 整个给我的印象就 大都的遗址是比较大的啊 比较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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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高级那么高了 从稍微高一点航拍来看的话 他们那个陈锅的这个外形啊 是非常明显的 呃 呃 这样说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去看 去不去两可啊 因为你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啊 呃 呃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它是 它的意义在于 它是这个草原民族 像龙根民族 这么 呃 你说过渡也好吧 也说前进也好吧 或者是融合的一个产物啊 呃 这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是原上都啊 好 讲第三位 43位 就是陈江化石一子啊 这个地方非常遗憾 我没有去啊 为什么说非常遗憾呢 呃 因为当时我已经到他门口了 呃 因为当时他离这个 离这个釜仙湖很近 离云南的釜仙湖很近 那么我到门口了 为什么没有进去呢 呃 其实我很想进去看一看啊 但是因为疫情期间 这个 这个遗址关闭啊 不让参观 所以就很遗憾啊 就就漏过了这个 这个 呃 自然遗产啊 就是一个自然遗产 也 所以我就说我的自然遗产 有去了49个半嘛 那么其中这个 五个半里面有一个是他啊 就没去啊 很遗憾啊 就他主要是一些化石了啊 化石 好我们讲湿式啊 新疆天山啊 它是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那么天山也是一个很广阔的区域了啊 很广阔的区域 呃 你要说完全走到的话 那需要时日啊 但是但是我是去了 去了但是不可能全部走完啊 因为他是有很多地方组成的 像巴音布鲁克呀 像这个 伯格达峰啊 像这 当这个最 两个最有名地方我都去了啊 呃 那个巴音布鲁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尤其是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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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的曲线啊 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 然后在夕阳落山的时候 哇 那个感觉真的是 会给你的内心啊 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呃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是我们这个一个骄傲啊 就是 天山啊 天山这个巴音布鲁克啊 呃 最大的日期啊 还当然是夏季了啊 就是那边的夏季 那边会有一些 草原上会有很多花会开啊 啊 当然那边还有天鹅了啊 但是天鹅不是说你想看就能看到的啊 它是 呃 有一个规律的啊 这个迁徙的规律 呃 这是天山啊 第四十四位啊 好 第四十五位 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呃 其实我就想 它其实在在 呃 是国道啊 忘了是国道还是什么道了 这边上 你要穿行 穿行进去的啊 呃 对当地人是免票的了 因为它毕竟生活在里面 是不收费的啊 但是对外地车 它是建一个 拦一个啊 呃 那么 这个 哈尼梯田呢 指的是哈尼族的梯田啊 但是它的地方是在原阳 啊 其实呢 我个人感觉啊 呃 呃 原阳梯田 也是哈尼梯田 它美美在云海啊 其实你还没有进进去的时候 就有 有那么几个观景台 如果你赶上 呃 时间队 天气好 呃 正好有这个 云过来的时候 非常的好看啊 非常好看 当时我记得我拍了一个小视频 哇 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 账号里面收一收啊 呃 非常漂亮 我觉得比后面看见的梯田还要漂亮啊 因为梯田 你要看梯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 也比一个是 合适的季节 一个要 这个梯田里面要有水 然后呢 阳光还有核实要有倒影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很难赶上啊 你很难说是 能赶上这么特别好的时候啊 但是没有遗憾了 因为 呃 哈利梯田呢 这个这个云海是非常漂亮啊 在在这个 应该讲是过目不忘啊 那种云海跟这种 我们在黄山呀 在庐山呀 或者在其他的山上看到的云海 又截然不一样啊 这是 非常值得一去啊 就是第45位啊 那么第46位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 都在他的旁边生活 就大运河啊 大运河是被列入文化遗产啊 呃 从北京一直到这个 嗯 杭州啊 应该是金杭大运河嘛 呃 那么 从 隋朝开始修建啊 呃 说隋朝我们就要说隋上帝啊 这个这个皇帝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 虽然说 呃 什么一些一些 过去的小说对他今天丑化 但是这位皇帝在中国来讲是一个 非常有建树的一个皇帝啊 呃 呃那么他开造了大运河 呃那么我们 路网啊 不光是一条路了啊 他因为他还要分 南向的 北向的啊 呃 有的还有中线啊 就是这个历史上 都有走过啊 那么这个四头之路呢 呃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中国的文化来讲 是有 有的极其 深刻的 这个 内涵 和对 和对我们中华 中中原文化的冲击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 那么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看点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呃 自驾车的话 那么一定要走一走啊 从甘肃走啊 从甘肃境地穿过去 走河西走廊啊 啊 然后一直 嗯 啊 如果感兴趣可以一直往前啊 往前捋啊 那么这个 如果说你想你想对这个 这个四头之路有所 有所了解的话啊 建议你看一部纪录片 叫做和西走廊啊 呃 那么你 其中会很很受益啊 包括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 四头之路啊 从什么地方起源啊 有哪些 嗯 必要 必要的看点啊 呃 是很 很棒的一个地方啊 虽然很荒凉 但是你 如果说开车沿着这条路走的话 内心里面还是很激动 OK啊 我们讲第48位 第48位是土司遗址啊 土司遗址呢 我去年 刚刚去了一个唐牙土司遗址 就因为它是一个 世界文化遗产 我特意 特意绕道去了一下啊 唐牙文化 唐牙这个土司文化 那么实际上这个土司遗址呢 它是好几个啊 好几个 不光是这个 我们我们湖北 恩市的那个 咸丰县啊 还有这个 在贵州也有啊 在贵州也有啊 贵州什么地方看一下啊 海龙屯啊 那么央视曾经拍过一纪录片啊 就专门讲海龙屯的啊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那么土司呢 我去了 另两个地方我没去 我去的是唐牙啊 那么唐牙土司给我留下的印象嘛 也是 不是那么深刻了啊 不是那么深刻 只是说是一片 一片关牙了 它前面 后面是关牙区 前面是生活区 面积也不是很大 倒是后面的几个墓葬 我看了看 但是有点意思 和我们这个 中原的汉民族的这个墓葬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 因为它主要 唐牙土司里面主要是这个土架族啊 但是大家千万别以为 土司就是土架族 这是绝对的一个错误啊 土司其实是 它管的是很多少数民族啊 不光光是土架族 还有苗族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 所以不要以为土司就是土架族啊 这是错误啊 OK啊 第49位啊 第49位就是 左江花山沿画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去 没有去 这是我 五个版里面的第四个啊 没有去的地方啊 就是他其实 其实我当时在广西境内 从左境内的时候 曾经想去来的 但是因为 两个方向 因为当时天气有点寒冷啊 准备尽快的到云南去 就没有 没有这个绕道去 这个左江啊 没有去看这个花山沿画 但是呢 为了弥补这个部族呢 又去得上南宁 南宁去看了看 广西省博物馆 在那个里面 怎么说呢 也算参观了一下啊 但是毕竟还是没有去啊 在左江 没有去就不要说太多了 因为没有去过嘛 没有没有真切体会啊 好 第五十位啊 这个神龙架啊 神龙架这个 我是今年刚刚去避暑啊 那么神龙架呢 很多人说神龙架的秋天漂亮啊 但是我认为呢 世纪皆宜啊 有不同的风景 可能冬季稍微刺一点 因为太冷啊 太冷 其他春夏秋应该都挺好的啊 秋季它有一片一片金红 也是金黄 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啊 那么神龙架 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景区的建设非常好啊 WiFi非常好 你只要在景区门口 你就能收到非常棒的这个WiFi信号 特别适合房车的旅居 你在那里呢 不会担心这个信号不好啊 这个WiFi非常棒啊 不管你是干嘛 你是在那里住个几天 小住几天 或者说是多住 多住个一个月避暑 你都不用多地方啊 当然了 你肯定会 住房子会换个地方啊 不管你换到哪里 只要是景区门口啊 你都可以找到合适的 卫生间啊 这个找到合适的水源 然后还有这个WiFi信号 非常棒啊 这一点为我们神龙架点赞啊 点赞 那么神龙架的景区呢 还有很多的服务区 那么服务区里面还有热水啊 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些设施啊 至于神龙架的景色嘛 大家自己去看啊 自然都是一些自然风光啊 像什么大酒壶啊 像这个神龙顶啊 神龙顶是比较比较壮阔了 比较壮阔 那么大酒壶呢 就比较秀美一点啊 如果你有无人机 记得带上无人机啊 大酒壶可以飞一飞吧 非常感 感觉非常棒啊 好 我们讲第51位啊 51位是青海的柯克西里啊 那么柯克西里呢 我是去西藏的时候 回城的时候 走的走的走的 走的这个青海的柯克西里 当时我记得就是说 人很疲劳 因为你从青藏线出西藏的话呢 一路很多地方都是四千米以上 所以人很容易疲劳 很容易犯困啊 那么到了柯克西里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兴奋的 因为到了那个保护站嘛 参观了一下 当年那个英雄啊 然后我还记得我 应该讲是 捐了一百块钱啊 其实 不白捐了 就是说一方面 你是对英雄的一个 敬畏了 一个崇敬了 一方面呢 人家也送你一件衣服 送你一件 这个秀有柯克西里 标志的一件衬衫 也是很有意义啊 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很胖啊 那个时候我很胖 不要现在这么瘦 那个时候我很胖呢 那件衣服太大了 我现在穿不穿不了 太大了 那么 总的来讲 柯克西里给我感觉就是 荒凉啊 荒凉 但是他也有 也有水草风霉的地方啊 也有 一句好可以看见张立阳 我们是看见过啊 因为开车的路上是可以看见的 总的来讲 我的印象就是荒凉啊 荒凉啊 他是被列入自然遗产啊 OK啊 第五十二位 古浪雨 古浪雨下门了啊 那么 古浪雨这块地方比较神奇了 应该讲 在我们国家来讲 也就仅此一处 仅此一处 你在别的地方 看不到类似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地方啊 既有风光 也有文化啊 但是他 他是被评为文化遗产啊 因为他上面有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万国 万国建筑啊 万国建筑 而且他需要坐船过去 坐船过去 那么他在厦门这个地方也是 也是 数得其所啊 因为他厦门人啊 厦门那个城市啊 我非常喜欢啊 非常的 一个是干净啊 一个是气候啊 另外呢 就是人的素质都比较高啊 人的素质比较高 古浪雨呢 你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 慢慢的溜达吧 你也没必要说是买什么东西 或者说非要在他们住一晚 你可以慢慢溜达啊 如果你的脚力足够的话 慢慢溜达一下啊 感受一下啊 还是可以的啊 另外古浪雨对面的 以及小巷的里面 那些吃的呀 虽然说是 其实 未必好吃 其实你要去 本地人去的地方 像什么八 八部啊 那种地方 好像是叫八部吧 然后还有 至于说特别有名的地方 反而不好 你要去 当地土著厂去的地方 这是古浪雨 52位啊 53位范进山 那么范进山呢 在贵州啊 那他最有名的就是 两个山坡上面有 有有有那么 两个建筑啊 最有名啊 然后很多航拍的 镜头都在那里拍的啊 比较 比较有意思啊 就一个自然遗产啊 范进山 他的确切啊 你在 在我们国家 其他的地方 还真看不到 他真看不到 所以你 比较 比较有特色啊 其实他 他自作为在贵州了 应该讲 跟卡斯特 是脱不了关系的 跟卡斯特 脱不了关系 可能他发育的 阶段不一样 阶段不一样 但是严格来讲 他应该跟卡斯特 是很有关系的 范进山 54位啊 54位就是 中国黄海 候鸟西西地啊 这个是19年 才列入的 一个自然遗产啊 自然我就没有去过啊 在主要是在 这个岩城啊 岩城 看鸟的地方了啊 就是你 如果对鸟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啊 因为他是 这个 从 北方来的候鸟 重要的一个西西地啊 这个因为我没有去过啊 就没有太多发言权啊 这个这个我就 就这么说一下啊 好 第55位 也是最后一位啊 就是 梁 哎呀 坏了坏了 这个字我还 我还不认识啊 我得 我不能随便念啊 我得查一下 OK了 那说明我猜的还是对的啊 梁祖啊 梁祖古城一指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啊 所以说是 呃 至此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就全部都 出炉了啊 一共五个 五个啊 呃 那么还有半个 指的是山江并流 还有很大一面 也没有去啊 那么这个梁祖古城呢 是第55位啊 也是 1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啊 它是在我们 长江的三角洲地带啊 呃 这一块吧 这个 呃 还真没有去过啊 所以我 我也不多说了啊 OK啊 那么 到现在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国家的55个 世界遗产地 说完了啊 那么其中 既有自然遗产呢 又有这个文化遗产 还有 双重遗产啊 又是文化 又是自然遗产 呃 其实也并不是说 每个遗产 呃 可能会让你觉得 好看啊 呃 但是绝大部分 都是很棒的啊 都是很棒的 可能有极个别的 你可能没有太大兴趣 比如说这口店啊 你可能兴趣不 不是很大啊 呃 像什么厚了西西地啊 可能兴趣也不是特别大 啊 那么像我没有去的 这个孔府 啊 这个绝对应该去啊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啊 主要是因为当时 我对他有些误解啊 因为总觉得 他就是一个孔庙而已啊 只是在实际上 他的有非常深厚的 历史文化机运的啊 包括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 也把他们请出来啊 就是山东的 屈服的孔府 孔庙孔林啊 呃 这个我肯定以后会补上啊 呃 不着急啊 呃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55个 世界遗产 好 本系列就录到这里啊 呃 感谢大家的耐心的观看啊 因为 我算一算 全部加起来 可能有 一个半小时 时长这么长啊 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可能 下个节目呢 我会说啊 呃 中国最值得去的 呃 五十个地方啊 但是这个 五十个地方呢 因为 因为作者的一些 个人的利益的问题 他会 他会写不同的地方啊 啊 那么我们很难讲 哪个最权威啊 我们只能说是 呃 怎么说呢 找 相对权威的啊 中国五十个 呃 最 必去的一地方啊 啊 我们再来讲一讲啊 然后至于说 那五十个地方 我去有多少个 我也要整理一下 我也要看一下 因为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